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拿到镜子前比划一下 嗯 不错不错 但是打开衣柜后才发现 好像没有可以搭的裤子 说到这里 你是不是觉得这个人跟你很像呢 我是小蛋糕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我相信大家都曾遇到过这样的一个问题 明明自己衣服很多 却总是抱怨 自己的衣服不够穿 好不容易买了一件新移已久的衣服 打开衣柜 却又发现没有裤子可搭 说的是不是你 那么看到这里呢 你们是不是会觉得我这一期的内容 是要做一个穿搭科普呢 那你就错了 我一直觉得穿搭呢 也是一种学习 然后我觉得我自己在这一条道路上的能力 还不足够让我毕业 所以我也是抱着一个跟大家一起学习共同进步的这么一个目的 来做视频的 都说大学四年是一个整容医院 我自己在这四年的变化呢也是非常大的 我觉得 从大一开始尝试着去模仿日本人的那种穿搭 到现在慢慢的开始有了喜欢的一种风格吧 在这个过程中呢 也是尝试了各种各样的风格 所以今天就想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我这四年来的一个穿搭变化 可以说是 这样然后我们拉远 OK了我知道了 2016年4月 那时候的我刚来日本 对穿搭还没有一个概念 衬衫 牛仔裤 板鞋 是我平时穿的最多的单品 那时候的风格主要偏简约 休闲 接触到的品牌都是比较平价的 像优衣库 基于 无印良品等等 然后到了第二年 也就是2017年4月 成为了大学生 开始有了真正的日本人朋友 在和他们交往的过程中 自己的穿衣风格也浅移默化的被他们所影响 开始去穿一些日本大学生爱穿的品牌 比如像beams啊freakstore之类的 后来正好是第三年吧 慢慢的自己对潮牌这种也开始慢慢的自己的了解了 可能会去穿一些像fucking rabbit之类 之类还有north face 还有noa 这时候的风格比较偏街头一点 喜欢穿一些宽松的长梯 logo的设计比较浮夸 颜色也是多种多样 然后又过了一年 时间来到了18年4月份 城市机能风忽然间流行了起来 战术马甲 冲锋衣 户外鞋 都是非常火热的单品 那个时候 可以说是人手一件马甲 自己不套上一件的话 根本不好意思去元素逛街 但是随着这股热潮的退去 街上穿马甲的人越来越少 这件马甲也成为了我家里的几回五件 后来到了18年年底的时候呢 开始自己对阿美卡基这一块开始感兴趣 开始研究一些军库的一些历史之类的 那段时间拿着自己就特别喜欢逛一些古着店 自己有讨一些军库 然后一些比较偏军风的一些短袖 也有尝试过去驾驭 阿美卡基这个风格 其实在日本受到各个年龄层的欢迎 所以通过耳濡目染 我也开始慢慢的去尝试这种风格 可能是年龄的关系吧 感觉自己缺少那种脏脏感 所以也就慢慢的放弃了这种风格 然后一年前吧 大约就是19年的4月份开始 可以说是真正的 好像发现了自己喜欢的一个东西吧 一些设计师品牌 时装方面的 就会去看一些三战医生 CDG 但是他们的定价 总会让人望而却步 经过这四年 自己的变化是有了 但是自己喜欢的 真正想追求的风格 又是怎样的呢 在我的心里 还没有一个完整的答案 但追求答案的过程 不才是学习穿搭的精髓所在吗 也许一年后的我 喜欢穿女装 也说不定 什么 你居然还没有点赞 关注加转发 大家居然还没有比较